張智霖、袁明儀撐場中國女排 帶上17歲兒子張慕童打扮低調 當日的賽事吸引超過10192名球迷入場支持 52歲的藝人張智霖和太太袁明儀 在2001年拉近天窗 睡後獄有一子張慕童 夫妻感情很好 是圈中的無法夫妻 而近日中國女排來到香港做菜 有網民偶遇兩夫妻17歲兒子 張慕童一齊去到餐場 而近日有網民去到紅館看 世界女排聯賽香港2024中國女排對德國 當日的賽事吸引超過10192名球迷入場 而網民在場中發現 張智霖、袁明儀和張慕童一家三口一起坐 三人戴上CAP帽 而兩父子戴上口罩相當低調 坐在袁明儀前面的 是中國2004年雅典奧運得到金牌的主力 趙瑞瑞 這個網民留言說 去看女排香港菜發朋友圈 被人提醒趙瑞瑞後面 就是張智霖和袁明儀還有他們的兒子 意外驚喜 還以為沒有明星 而之後也補充說 原來我正對面坐著的是朗平 魏秋月真是瞎了 網民有遇高海玲 不斷親民互動一句吞爆粉絲 要餵飽你們 高檸不斷帶食物給粉絲 非常可愛 現年37歲的高檸高海玲 去年憑著新聞女王人氣急性 更加一度奪得萬千聲揮班 獎典禮2023最佳女配角 她在內地大受歡迎 更加參與內地的綜藝節目 《無限超越班2》的拍攝 演技可以說是備受肯定 而近日有網民在小紅書分享 在澳門偶遇高檸 高檸更加超親切與粉絲互動 不斷遞給粉絲試食手信食品 而且她說要餵飽你們 見到片段高檸新穿著粉綠色的針織短款上衣 展示著纖細小蠻腰 粉絲舉起手機與她互動 她亦相當大方露出燦爛的真摯笑容 並且不斷向粉絲遞上食物 而且很嬌地跟粉絲說 而粉絲紛紛紛紛在留言上寫著說 好食玩、好美、好真實 顏智恆父子首次同場共度父親節 五仲恆做演員率近200名港澳小演員玩爆暑假 顏智恆父子首次同場 每年全港澳最大型的原創合家歡兒童音樂劇場 2024神奇學生 將會在8月16至18日賈香港青年廣場 Y仲藝館公演 兩位星級嘉賓 顏智恆和吳仲恆 齊齊在父親節那天出席記者會 而適逢父親節 Benson被問如何度過 她說上星期兒兒子已經準備禮物 太太Fionn在前一晚也已經買了蛋糕 一家人一起吃飯慶祝 神奇學生是Benson和小兒子 顏日禧首次同場演出 覺得很開心 兒子在他比賽時已經和太太一起看 被問到會否讓兒子去參加唱歌比賽 Benson說一定無限量支持 但大兒子比較喜歡藍球 小兒子比較有表演欲 而另一個星級嘉賓五常五仲恆 在之前已經和爸爸吃飯慶祝 第一次去做兒童音樂劇的演員 將會挑戰學校校監這個角色 他說暫時未開始排練 演戲講對白對他來說是沒有難度 因為他記性不差 只是還未知道到時候是怎樣走位 麗芝趁父親節帶家人去小旅行 孝順女親自為父親推輪椅 現在由我帶爸爸去玩 麗芝帶著爸爸到處玩 非常孝順 麗芝 現名來馬尼加爾 趁著父親節和家人來一個小旅行 向來孝順的她推著爸爸的輪椅 親自帶爸爸去遊歷世界 非常溫馨 麗芝在IG貼出父女合照 並且發佈父親節的賀文 今次和家人一起去了小旅行 出門逛逛 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推著爸爸的輪椅時 想起小時候 爸爸也會抱著我 帶著我到處去 這也是我很開心的回憶 時間過得很快 在爸爸眼中的小女兒 眨眼已經長大了 現在由我帶爸爸去玩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都是最開心溫暖 祝天下所有的爸爸 父親節快樂 入行二載 梁正琦成為更好的自己 善心愛行義 攀年尾為非洲孤兒開秀籌款 期待著非洲兒童來港開秀 最近憑著TVB劇 家族榮耀之繼承者的 優子男Nana引起討論 入行二十年的Toby梁正琦 分享從演以來遇上的高低潮 逐漸看法的她 她強調要為自己而改變 並且因為熱愛演戲 要決心繼續演下去 演戲以外 多重身份的Toby 又要照顧家庭 又要顧及其他事業 不過擁有一夥善心的她 計劃在今年要幫一群 非洲孤兒在香港舉行演唱會 令到有能力的她們 可以有機會在公眾面前 表演唱歌跳舞並且籌款 Nana梁正琦 分享演出家族榮耀之繼承者的感受 她說很大發揮很開心 起初自己都很擔心的角色 不討好又敗家 我覺得Nana很高挑戰 難度很高 逐漸演下去就覺得很刺激 她由一個什麼都不管的女生 到被人可憐 自己都演得太投入 之前演到手震要看醫生 壓力很大 她坦然說劇集剛剛播出的時候 曾經有很多不好的批評 但觀眾看下去就明白為什麼我這樣做 又問我為什麼要這麼早死 覺得我很可憐 Nana死的時候 很多觀眾都說 我令到她們哭 可以感動觀眾或令人產生共鳴 是我想做的事 很難的 我不是一部登天的演員 而且經過磨裂令我長大 變成今天的我 得到觀眾認同 令到意外演戲的她很開心 或者是有少許的成功感 2004年開始出道 梁正琦自知並不是一個很討好的女生 她擔心會有更多人不喜歡自己 她說入行20年 我相信要習慣接受批評 但我也是個人 也會傷心 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很快就沒事 很emotional 而各界平擊的聲音 令到她一路走來都不容易 罵她醜樣 演技差 沒有爸爸媽媽就沒有今天 其實20年後都是說一樣的言論 慢慢學會去接受別人的說話 總會有一群不喜歡我的人 那就不要去聽了 梁家雪的女兒 蕭兆明的女兒 令到梁正琦初初入行背負著家人的名字 幸好她早已看法 我要多謝我的爸爸媽媽給我的一切 因為他們這麼好感情 令到我在生活中也學了很多東西 學做一個老婆經理人 一個allround person 在爸爸身上學習去管理其他人 無影的壓力一定有 永遠都在別人口中 人大了加上已經做了人父母 更加體化了 她強調要為自己而去改變 Be a better person Be better for myself 做的所有事並非要去威給人看 而是做好自己並且變得更好的自己 人是一定有高高低低 但這個才可以令我變成更好的自己 我是一個好樂天的人 可以保持著自己一個開心的狀態 她想以過來人的身份去提醒年輕人 不要輕易放棄 她也有個低潮 有想過放棄 但我沒有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很想保持著你的熱情 你一定要去做 即使別人怎樣批評你 我到二十年都沒有放棄 身為兩子之母的她會教導下一代 I cannot give up 我也和我兒子說 You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大概在五六年前 梁靖琦開始去非洲探望有需要的小朋友 年齡由剛出生到18歲 親身去到現場的她想了解一些兒童 並且幫助他們 而今年她也計劃去一次非洲和他們會面 而且她也認在年尾會幫一班孤兒 在香港舉行演唱會 他們通常10至12月來香港 知道他們唱歌很好聽 跳舞也很厲害 想幫他們開場籌款 那